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个节目有点特别 我现在在Vancouver Downtown 在我身后的这种大楼里 有我们温哥华精细爱好者的俱乐部 俗称票房 我们一代一代老老少少的华裔细民 秉着对精细的无比热爱 数十年来一直坚持在这里定期练唱 从未见断过 因此上这个票房就成了温哥华历史最悠久的票房 今年是这个票房四舍虚岁 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荣幸地迎来了北京京剧院的老艺术家们 到此与我们一起庆祝 票委们已经在准备着迎接和庆生的程序 那我们也先进厨房吧 这是我们的Commercial厨房 应有尽有 大家已经准备了好些点心和水果 那夏天呢 西瓜是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 甜润解渴 今天我就准备了西瓜 那西瓜呢 在吃的时候呢 除非你在家里 可以捧着半个西瓜 用勺子挖 畅快淋漓 但是在社交场合就不太合适 我们还是要切开 那切开后呢 你吃的时候就尽量会弄到 有的时候呢 它显向环身 那如果你切得巧妙一些 就会让我们在吃的时候 文明又文雅 下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种西瓜的切法 很合适 聚会的时候用 首先西瓜洗净擦干 然后我们用刀给它一破二 然后扣在缝油上 那如果西瓜大的话 最好弄两层 接下来我们顺便说一下 如何挑西瓜 西瓜有很多种挑法 有听声音的 有看纹路的 我也是用 我是看这里 这个一点小点 这个接 越小越好 四边先去掉 这个地方没什么肉 然后磨刺一下 把这一点 最好放在中间 然后给它移到盘子上 然后给它移到盘子上 鱼箔子压到盘子 这样一根一根抽出来 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方便 最后把这个四边花纹对住 就更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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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移到盘子上 取下来我们把镜头移到隔壁现场 请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乐队已经开始盲扑了 金居的乐队也称作文武场 文场包括金虎 金爱虎 月琴 阮和三弦等 在这里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 我们社里的艺术指导 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张平安先生 小家 锦铃边上的就是我们的师母 Judy 后面的这一排称作五场 古师丽金克先生 她一直往返于上海和温哥华之间 打大罗的是社长夫人刘美小姐 敲小罗的是丁广星小姐 两位小姐出身名门 现在是我们五场的干将 最后介绍的这个是老伯 打脑火的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七十高龄的 什么 八十 九十高龄的 旅居加拿大的 李春人老先生 琳老亮一下 开爆了 待会我们还可以欣赏到她精彩的演唱 我们这支乐队如果在国内票房随处可见 可是在海外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人力资源短缺 张平花老师只能在跟我们练唱的同时 不断的培训我们社员 能自己拉自己弹 我们靠自己克服困难 创造条件 现在坐在文物厂的这些票友 几乎都是会唱又会弹又会拉还会敲的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了坚守这份爱好 无论老少都在不断的努力的学习着 请为我们这种精神鼓掌点个赞 现在兵主已经入座 现在我们社长蒋正先生正在致欢迎此 各位老师在仪社今天玩的称心如意 愉快 吉祥 现在开罗 这场仪社主办的零票盛会 可算是温村的一道大餐 八九个小时的餐会 一瞬间就过去了 这里给大家欣赏一段 马晓玉老师和李春仁老先生的做工片段 Arsen 李春仁老师和李春仁老师和李春仁老师和李春仁老 jak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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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著名小生 包泽民先生 旁边的女生是不是很眼熟 她们在演唱传统戏 凤凰朝 姿子还是有开心的 这空间就被他们打到 祝福是这样的 幸好 情 Israel 来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